太空人靠自家农场站立养成,在四年内成功翻身,布雷格曼,佐企,雅土维,科瑞亚,史布林格都市关键人物,四人冠军赛至少贡献二轰,靠强攻打爆到其,欧星社,路透,分享。 按照大联盟国王案例,坚强的投手阵容是球队夺得世界大赛的重要资本,但太空人在今年世界大赛反转此形态,用功弥补手的不足,团队15发全雷打破世界大赛,记录就是最好的佐证。 七场比赛统统开轰不但是大联盟史上第三次,也是自1952年来受招,和去年的小熊印第安人一样,太空人和道琪激战七场后获得同样分数,两队都拿到34分,不过全雷打数却呈现落差,道琪已经以时轰作收。 除了世界大赛MVP史布林格、George Springer包办支支关键的五支拳雷打,并以连四场开轰成世界大赛首剑外,太空人阵中另有四人各贡献二轰。 分别是布莱格曼、Alex Brackman、雅土威、Jose O'Toov、科瑞亚、Koloskoria和古利尔、Yerlai Gariel。 此外,麦肯、Brian M.C. Kahn以及刚萨雷茨、Marvin Von Salas也都带有一轰,活力分不均匀的他们等于先发九棒有七人聚,有一棒集成的功力。 四场赢球的比赛,太空人都至少得到五分以上,其中第二站十一局拿到七分,跟第五站十局狂温十三分,足以证明他们的攻击韧性绝对够。 但只要当天进入低比数的投手站,太空人就成了软柿子输球的三场比数。 他们总共只得到四分,在自家投手被打爆前,先打爆对方投手,成了他们赢球的唯一方程式。